他沒有辦法調亮度耶 對啊 OK嗎? 哈囉各位,今天的Vlog會比較匆忙一點 我今天來到聖女之歌這款遊戲的製作團隊的辦公室 跟他們分享一些我玩他們遊戲的心得跟經驗 不過我不小心跟他們聊太久了 所以我已經快遲到了 我原本預計今天公司休假休到四點 現在已經快五點了 我連麥克風都沒有裝 你知道,你現在聽到聲音應該糟透 麥克風都沒有裝 所以我們趕快進公司 等一下再跟你們聊我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好,我已經 我人已經到西門町了 然後我應該急急忙忙的跑進辦公室 但是好餓 請允許我先買個麵包 在進辦公室裡面 邊塗下座邊吃好不好 妹妹妹妹妹 我要來跟你說嗨了 嗨妹妹 不要 可愛的Ruby 超級可愛的Ruby 這邊 屠宅熊大大 腳架我先拿走了 一千塊先給你 百六 這邊也還有錢,你剛剛有收容嗎? 我收到了 你今天為什麼要綁這個 我晚上 要去看舞台劇 好俏皮喔 欸,你綁那個要花多久 我來的捷運車程 就綁好了 很久吧 我從後來你坐過來我才綁 那你可能要重綁 蛤 對,你可能要重綁 為什麼 因為它炸裂 我就是讓它炸裂就好了 我們這邊有這麼漂亮的化妝鏡 旁邊還有梳子耶 你看 就好啦 你們知道現在天氣超好 我已經好久沒看到太陽了 這個風景超好看的 我可以躺在 看一下這邊的地板 我忘了我要開會 今天有一個Lester 買了一個神秘的小玩具 說可以拿來開箱 這個之前有看過了啦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玩過這個東西 欸,你買幾個? 兩顆 兩顆喔 哈哈 我這個 這個真的是在 這個紅的時候 是在我國小的時候 這個叫做 國小的時候那個叫什麼 超級優...優... 優...優... 還什麼 小旋風 優...小旋風 還什麼 而且它還有附一張很神秘的光碟 看看各位 還有...還有教學VCD耶 我 它上面寫喔 後面還有印喔 悠悠教學光碟 我覺得 我們開箱也不要廢話太多 我們直接使用最快 它現在有兩個顏色 有紅色 粉紅色跟橘色 後面畫了一個很炫泡的帥哥 沒有看到就這個東西 欸會耶 可是它不起來了 現在新的球 就是單純的拉回器 等一下 它不起來是三小啊 因為為了要長時間可以破花石 現在新的球 像我們特殊的手球 還在裝得起 欸...這很爛耶 開會開會開會 明天呢又有好幾個活動 連續三場 從早到晚 連續三場活動 所以我現在要去跟明天第一個活動的負責人 對一下腳本 那那個專案負責人是誰呢? 沒錯 這一次的專案負責人 又是我們 KING老闆啦 還記得上一次的Vlog嗎 就是FFBE的活動 是KING老闆 然後明天的活動呢 又是他 KING老闆 你看他對我做好啊 今天有一個Youtuber跑來Studio找我 你們等下看看就知道是誰啊 爸我在想說你會不會拿這個 我以後你會不會拿這個 友朋自遠方來 走走走啦 當然拍一下啊 走啊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啊 嗨你好 他不認識我 嗯 你不認識啊 他是華生的女朋友 Q妹 對 華生的女朋友 嗨你好 你好 你們這兩個真的沒看過人 真的沒看過 你們剛剛吃飽了嗎 他吃了飽 好啊 他還可以再吃 好啊吃飽的人說要來找我吃飯 我抓你喝咖啡 我抓你喝咖啡 好也可以咖啡的地方有餐點嘛 我都行 這是Twitch人的 Twitch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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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連內褲都是Twitch的啊 對啊他內褲也是很久 沒有啦沒有內褲是Twitch的啊 哈哈 我在香港的時候也是這樣子拍拍拍你知道嗎 然後你撞到人 你好歹拿個 你看看路嘛 拿個棒子吧 因為我在看螢幕 我要看著鏡頭 你在看著鏡頭講話的時候 你有辦法注意到別的東西嗎 加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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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太認真了 我的視野只有在這塊也太小了吧 但是我還是會習慣看著螢幕 我的螢幕在上面我就會看著上面 喔 因為我一開始拍的時候 我超 覺得很奇怪耶 喔不會 而且我常常從鏡頭旁邊看到 就是 大家走過去 就這樣 欸我覺得很好玩耶 我可能在講話有沒有 欸還會有人會這樣子耶 在後面露車還會這樣 我不太確定在幹嘛 就什麼 我一次念突然覺得 不是你在拿相機的問題 蛤 為什麼 就是會撞到人 好像不是你在拿相機的問題 哈哈哈哈 是我們沒有在看到人的嗎 覺得 好像是 好感謝 掰掰 現在時間晚上十點半了 那剛剛呢 跟泳裝大魔王還有Q妹聊完天之後 我現在準備要回家了 感謝泳裝大魔王今天帶了新朋友來讓我認識認識 Q妹不好意思 因為 我這個人認識的人不多 然後記名字的速度又慢 所以希望你不要覺得我這樣非常不禮包 那今天 我白天還記得Vlog一開頭 我有提到嗎 我有去一個聖女之歌製作團隊的辦公室去參觀 那我跟你們大概講一下我去做了什麼事情 去那裡呢 就是玩了他們新平台上面的遊戲 那 詳細資訊呢 我相信你們在等一陣子他們就會發布了 另外呢就是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我曾經在Twitch上面直播過聖女之歌的遊戲 不知道的話 YouTube那個資訊卡上面我有放連結 就可以點過去看一下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把這款遊戲 恩... 我玩的時候我覺得這款遊戲有一些問題 讓我玩的有點...其實不是很開心 甚至我在直播上面我罵的還蠻兇的 所以當我知道他們要找我去幫他們測試的時候 順便跟我聊聊遊戲的心得的時候 其實我也蠻驚訝的 因為我覺得 幹我罵你罵那麼兇 結果你們居然還要找我去聊聊 所以一開始我帶著有一點詭異的心情去 不過 我去了之後呢 我發現 他們是真的對... 對製作遊戲非常的用心 然後 他們很重視 玩家玩起來的感受 這點其實我到後來 心裡其實還蠻感動的 因為 一款好的遊戲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慢慢的聽取 各位真正在玩遊戲的玩家們的意見 然後去調整內容 辛苦的點呢 我覺得就是在他們 附和玩家的喜好的同時 都不把自己想要做的遊戲 那個原汁原味 弄不見了 消失了 所以我相信製作遊戲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尤其是像他們那樣子 真的非常認真到 像請我這樣子的遊戲實況主 去聊聊 那... 我其實非常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讓我拍一些鏡頭 然後也很感謝你們 邀請我去幫你們測試遊戲 然後聊聊我的遊戲型的好不好 希望下次有機會 還可以再跟你們有所接觸 好啦 那今天的Vlog呢 就到這邊要結束了 後天我就要去台南了 我很期待 然後 我希望我能夠一樣如期的 在當天晚上把當天的Vlog 剪出來 隔天讓你們看到我在台南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 但是我得要先撐過明天好不好 所以我們明天的Vlog再見 大家玩囉 掰掰 為什麼 你們這只是討厭我吧 攝影 辦公室竟然拍到攝影 我以後拍什麼 蛤 是不是不給我活了 你說話